小哥带的蛮好的,你把他去换了干什么你告诉我 2015年11月17日,中国香港 失与在40强赛第八轮 中国男足0比0战拼香港 这场平局直接导致中国男足晋级12强赛的前景变得积极可畏 同样是这一天 2004年的11月17日 中国男足7比0大胜香港 但因为总进球术的劣势 那年的亚洲被亚军最终被挡在了八强赛的门口 11年后,同样的对手,同样的时间 中国男足又将迎来同样的结局吗 这场比赛让中国男足失去了以小组第一出现的机会 也直接导致了时任中国男足的主教练 法国人佩兰的下课 虽然中国足协这次按照媒体的说法顺应了名义 让佩兰下课 但此时让谁接任中国男足成了一个难题 此时的中国男足已然就是一块烫手的山芋 尽管依旧保留着晋级12强赛的希望 但晋级的大前提是要在最后两个主场拿下马尔代夫和卡塔尔 争取一个最好的小组第二的成绩 但考虑到当时整个中国足球的范围 中国男足在2016年3月能否改头换面 一股做起拿下这两个 尤其是卡塔尔这个对手 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2016年2月4日 中国国家队官博发布高红波重返中国男足的海报 高红波此前表示 我把过去为国家队的工作作为上半事 只要有机会 我就要把这90分钟踢完 此时 距离中国足协官宣配篮下课 过去了一个月 距离三月份的试欲赛 也只有一个多月的时间 六年时光过去 无论是高红波还是中国足球 在这六年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高红波本人在第一次卸任国家队主教练之后 先后执教了陕西人和 上海东亚和江苏顺天 2011年随着广州恒纳升入中超 中国足球正式进入金元时期 随着恒大两次问底亚洲之巅 以及2015年中国的亚洲杯小组出现 中国足球也一扫此前 家族黑时期的负面影响 从成绩上 而非场外新闻上 带给球迷真真切切的欢乐 仍然也因为恒大的成功 绝大多数的中超俱乐部纷纷效仿 将进球和组织的任务都交给了外援 而同类型的国内球员 要么在替补席等待出场机会 要么改打防守型位置 要么就此进入低级别球队 加上卡马乔和佩兰时期 国足风格的转变 此时的中国男足 早已不是高宏波出气带队时 那个能打出地面配合的球队了 仰仰这样一支没有进攻核心 没有进球感觉的球队 短期之内 拿下两场关键比赛 哪怕放到之前的国家队 都有崩盘的可能 高宏波身上的压力 可想而知 尽管大多数球迷 佩服他临危受命的勇气 和对中国足球的一片赤肠 但高宏波同样知道 如果最后没能赢下比赛 等待他的 将是身败名列 好在重徽国家队的高宏波开局顺利 主场斯布林干净利落击败马尔代夫 高宏波17时期主力江宁上演帽子戏法 虽然是一场情理之中的胜利 但由于此前进球数太少 外加历史战绩对卡塔尔不占优势 考虑到最后一轮必须赢球才能出现的中国男足 外界对他们出现的情景 依旧不抱希望 2016年3月29日西安 中国男足迎来40强赛最后一个对手 卡塔尔 赛前 高宏波做出了三个首发人员调整 拿下对阵马尔代夫时期 陆入无位的杨旭 以及上一场受伤的于海和无锡 顶替他们的是后卫张灵鹏 以及中场球员张细哲和黄伯文 表面上看这是一套532的阵容 对于必须赢球才可能出现的中国男足 这无论如何也不像是一个能够进球的首发阵容 然而到了下半场 随着黄伯文的世界波和乌磊锁定胜局的进球 中国男足在西安主场 2比0击败卡塔尔 而乌磊的这个进球 是他国家队的第八个进球 也正是从那时期 乌磊开启了他在国家队的进球账户 而黄伯文的这个进球 是他在国家队的第三个进球 也是黄伯文国家队生涯最后一例进球 同一时间进行的比赛 包括澳大利亚主场5比1约旦 伊朗2比0阿曼 尤其是菲律宾3比2绝杀朝鲜的比赛 让中国队幸运的成为4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二 进行到了接下来的12强赛 时隔15年 中国男足再次进入亚洲区域写赛最后阶段 而足鞋这次无论是处于补偿也好 还是工作没有做到位也好 表示后面会支持高红波打完接下来的12强赛 当12强分组出来之后 中国和伊朗 韩国 叙利亚 乌兹北克斯坦 以及卡塔尔分到一组 抽签结束后 好处的中国媒体再次评论 中国足球分到了一个好签 就像在40强赛抽签之后表示 我带队都能进12强赛一样 如果此时高红波主动辞职 中国的球迷会感激他的临危数命 媒体可能会抨击他半途而废 但至少也能肯定他在40强赛的成绩 面对抢手如云的12强赛 赢少数多本是必然 中国男族晋级12强赛本身就是幸运 而杀尽世界杯 更是一种奢望 高红波自己也明白 如果继续带领中国男族征战12强赛 成绩不好是必然 现在的舆论有多感激你 到那时舆论就会有多痛恨你 今天的你可能是民族英雄 明天你可能就成了阻碍中国足球 进入世界杯的罪人 我们不知道高红波那个时候的想法究竟如何 只是到他最终选择继续带领中国队 备战接下来的12强赛 并做好了再次被其他教练换掉的准备 面对12强赛期间下课的必然结局 高红波依旧想证明 国产教练并不比外国洋帅差 至少从前两场比赛来看 无论是客场2比3韩国 还是主场0比0伊朗 高红波在这两场比赛的表现 无愧于国内第一教练的赞誉 同时 这两场比赛 同样可以说是最近几年 中国男足正赛面对亚洲强队时 最富有激情的180分钟 然而 无论是对亚洲足球先生政治的使用 还是让被俱乐部三厅的人行 李学鹏 赵明健多次入选主力阵容 亦或是后来用顾超 替换受伤的曾成 都给高红波 后来的下课 带来了隐患 已经是没办法坚持了 而这个是中国队的一个很被动的一个坏人 而且还是门将这个位置 而此时的高红波依旧有功成生退的机会 如果此时他选择离开 面对伊朗韩国拿到一分 这样的成绩起码面子上说得过去 但也正是因为面对伊朗韩国拿到这一分 舆论认为天晴了 雨停了 中国足球又觉得自己行了 接下来面对叙利亚和乌兹别克斯坦 不说拿满六分 拿个三分四分 肯定不成问题吧 而最终的现实 给了中国足球 一记响亮的耳光 2016年10月6日 国庆节 上处于国庆假期期间的中国球迷 涌入西安诸群庭庭城 观看中国男足和叙利亚男足的第三场赛 半年至以前 也是这片场地 中国球迷见证了中国男足 打进亚洲区12场赛 那个时候 这里是一片欢乐的海洋 而今天 中国男足在这里 0比1输给了这个小组的第六档球队 也是被认为这个小组最弱的对手 叙利亚 考虑到当时的首发门将顾超 在第二轮队伊朗的比赛中 替武增城出场 发挥相对稳定 所以这场比赛让他出场 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无论是高宏波还是顾超本人 都不会顶着几千万全国球迷的目光 明目张胆的在主场消极比赛 当然 既然那个行为导致了丢球 那只能是门将的责任 同样让他首发的主教练也有连带责任 即便最后连续派上乌磊和杨旭 一度三前封在场的中国男足 也不能攻破叙利亚的大门 至于球队为什么不能进球 当然也是主教练和球员的责任 至于中国男足在五年前的亚洲杯预选赛 就已经打不过叙利亚的历史 对不起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叙利亚在打仗 于是这场比赛之后 就用了云哉史册的一幕 虽然很遗憾没有能够取得 让大家都满意的一个结果 但是我们的球迷 在猪圈体上 现场四万一千名的球迷 他们不离不弃的 陪伴着国足 走到了最后一秒 逐场输给叙利亚的比赛之后 好事的媒体还在赛后 发出了叙利亚球员在西安地摊 买衣服的新闻 考虑到当时叙利亚战乱的背景 一时间 对中国足球的讨伐 包括对高红波本人的质疑 如潮水一般涌来 一如当年七比二老沃过后 中国某些媒体 对着老沃球员 眉飞色舞的采访一样 这个时候 无论是足鞋 球迷 甚至高红波自己也意识到 虽然他带领中国男足 打进了亚洲区十二强 尽管他已经完成了这15年以来 中国许多教练都没有完成的任务 然而没有人在乎这一点 足鞋不在乎 媒体不在乎 甚至球迷也不在乎 此时的他们可能觉得 高红波带领中国男足 打进十二强赛 就是理所应当的事情 就像中国队 亚洲杯 必须要小组出现一样 事实上 关于高红波十二强赛 是否应该下课 现在比较主流的观点是 在打叙利亚的主场比赛之后 就应该拿下 当然也有说 十二强赛一开始 就应该拿下高红波的 当然 无论哪种说法 似乎在十二强赛本身 拿下高红波 可以说是一个共识了 2016年10月11日 这是高红波第二次指教国足期间最后一场比赛 客场面对乌兹别克斯坦的中国男足是完败的对手 这场比赛 高红波对中国男足的首发 进行了一次大轮化 做出了多达七人的人员调整 而这份首发十一人中 有绝大多数球员 不是缺席国家队许久 就是为国家队出场不到十次的新兵 而在关键比赛 做出如此多的人员调整 除了张灵鹏勉强的归结于伤兵外 可以说 高红波完全推翻了自己此前的排兵不振 而关于这次换人 网川有两种说法 一种是高红波已经不信任某些球员 他觉得某些球员在比赛中 没能表现出英勇的水平 甚至怀疑这些球员会配合其他势力做掉他 就像上次从国家队下课一样 所以 他只能选用他曾经使用过的 他愿意相信的球员 哪怕这些球员在能力上可能达不到比赛要求 另外一种就更为激进了 即确实有部分球员出攻不出力 配合部分势力 促成了高红波的下课 当然 这样的说法在中国的1比5输给泰国的时候出现过一次 由我个人此前了解的一些内容来讲 本人倾向于第一种说法 就像高红波在直较长春亚太期间 就曾遇出惊人 我想就是说我来到长春亚太这个半个赛季多的时间 可能在队伍的改造上 触动了一些过去的一些利益 可能就是有些人不太喜欢我留在这个位置上 当然 我想队里边绝大部分球员还是希望替好比赛 还是希望能够取得好的成绩 所以我在这里 包括我比赛节奏之后 我也跟我的队员讲 输球教练员来承担 没问题 但是 输球让我看不明白 虽然十年过去 可能高红波的语气表达上会有所收敛 但是心中的那份固执 或者说坚持 不会动摇 只要他认为是对球队好的事情 他就会一条路走到黑 直到被炒悠悠 我不敢说高红波执教期间 中国男族真的有多强 真的有多好 但起码 他的国家队 在我看球期间 让我切实能感受到 中国男族 是能踢好球 能赢球的 而在输给乌兹别克斯坦后 有部分前国教表示 这场比赛 让他有了踢球的动力 如若不是高红波主动辞职 他面对的谩骂可能更多 当然 对于一个中国足球人来说 铺天盖地的谩骂和质疑 早也是司空见惯的场面了 一个月后 前广州恒大主教练李皮 担任中国男族主教练 有传言说 李皮的薪水 大部分由恒大集团承担 甚至租些请来的李皮 都是恒大集团的建议 当然 这和高红波本人 没什么关系了 再后来 一度被排除在国足大名单外的政治入选 只教中国男族的李皮 也是大批量启用恒大球员 然而 即便是在中国取得过辉煌成绩的李皮 也没能带领中国男族 打进世界杯 并在后期不断被媒体和球迷质疑 直到中国男族再次输给徐利亚 再后来 李皮辞职 李铁上任 再后来 现任主教练李肖鹏上任 2011年兵败卡塔尔亚洲杯后 不少媒体人和球迷 以高红波的练兵论为由 建议他下课 还直到2022年 高红波时期的张灵鹏 浩俊敏 依旧是这支国足的首发球员 而高红波时期提拔过的杨旭 告林 吴熙 曾成 李学鹏 于汉超 如果在赛上高红波后来用过的张玉宁 徐欣等球员 可以说现今的中国男族 有一多半主力球员 都是在他的练兵期间 成为了中国国家 因为国家队效力至少四年以上 敢于让当时人处巅峰的邵嘉义 李卫风 孙继海 郑志等大牌球员 淡出国家队 同时大拼量提拔新人 尤其是年轻球员进入国家队 即便是李皮 也未曾做到过 2022年2月1日大年初一 中国男族新年第一战 输给了此前60年没有输给过的越南队 就像高红波当年接手中国男族是一样 中国男族输给了此前30年没有输给过的叙利亚队 而随着更为严格的现行令出台 中国男族好像又要回到十年前那个刚刚经历完家独黑时期的样子 那个时候 还有一个高红波愿意站出来 并切实地改变过中国男族 而现在 中国男族 能迎来第二个高红波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